这里有山有水 层面都是专往平贴而成的 这是哪里啊 这里呢叫做龙木林 是一个同时拥有秋林及大水寸的农村 以玉荷包跟凤梨为主要农产 民国97年开始进行了社区景观改造 在社区居民共同的营造下 规划了龙野山登山步道 生态相当丰富 这里还有一日农夫 体验行程 DIY体验 风味餐 凤梨 玉荷包 龙眼等加工产品 都是纯天然手工制作 龙木里境内有两口井 由于两口井的排列位置 搭配整个里的地形 非常像龙的双木 所以龙木的地名就这样来咯 村内的两口井也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龙木井可以在井中洗脚 不可以在井中洗手 它 脚不是比较脏吗 为什么可以洗脚不能洗手啊 因为早期都是用黏蛋取水 双脚不得已必须要泡在水中 但是如果你用井水去洗手 那不就是有刻意污染的嫌疑呢 哥 前面有一家红豆咖啡 我可以去尝尝看吗 天上我只喝拿铁咖啡 红豆咖啡不知道喝起来是什么味道 是红豆味的咖啡吗 红豆咖啡是店名啦 红豆咖啡的老板姓红 老板觉得酒红的咖啡豆就像红豆一样 所以就把店名叫做红豆咖啡啰 店里有卖风味独特的咖啡蛋 是每位游客逼点的好料理 诶对了 等一下经过罗牧博小 记得仔细看看农村群和庙会的砖雕壁画 这是民国85年社区 与三河瓦窑地山坡地形建筑山墙 在运用传统砖瓦建材创作而成的哦 非常特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